耶伦的一发指令 加拿大就碰瓷亚投行 中国可不接美债这个锅 这让耶伦很上火 大家好,我是吕哲 在美国的所有亲密盟友当中 加拿大可谓是铁杆中的铁杆 而且喜欢碰瓷中国特上瘾 完全按照美国的剧本来走 从之前孟晚舟被捕 就能看得出来 加拿大就是给美国干脏活累活那个打手 前不久,加拿大就虚空所敌 妄称中国干预加拿大大选 甚至还特意成立了相关的调查小组 结果调查大半年也没调查 什么结果就说不调查了 在5月份的时候 又基于所谓中国干涉加拿大内政的谎言 公然宣称中国驻多伦多总领馆的一名领事人员 为不受欢迎的人要求现期离境 随即中方也采取了对等措施 加拿大政府的情况属于就是 没事就来碰瓷 凡是不提中国就说不了话 似乎反华成了他的刚需 而这个刚需就是美国送给加拿大的 加拿大的对华政策背后就是有美国的身影 就在最近 加拿大政府又发颠了 近日加拿大的副总理兼财政部长弗里兰就说 加拿大将冻结与亚投行的关系 同时调查亚投行由中国操控的指控 媒体认为 这是在暗示加拿大将退出亚投行 而这件事的起因就是来自加拿大的毕加博宣布辞去亚投行全球通讯主管这一职位 而且还在社交媒体上大放厥词 说作为一个爱国的加拿大人 这是他的唯一选择 这个银行由中国实际操控 同时拥有可以想象的最有毒的文化 你说这话说得也太寒酸了 是不是中国主导的咱先按下布表 中国可是倡议者和出钱最多的那方 而且我们一直都遵循多边规则和秩序 通过理事会董事会等多边治理机制合理合法的参与决策 这个毕加博哗众取宠来这么一出 是自己辞职还是工作能力无法胜任呢 正如一位外国博主对他分析了一下 说部分在中国生活的外国人 其实更仇恨中国 因为他们刚来中国时 自己心气很高 但当他们意识到中国人并不崇拜他们 意识到自己的工作能力并没那么强 所以就会变得痛苦且沮丧 为了挽回在国内的面子 所以他们就用反华来自卫 就说那里不适合我的思想和价值观 那里是独裁又独的 用这些谎言来掩盖自己的无能 毕加博就相当符合这个思维 追根结底就是种族思维 在座怪 这也是加拿大对华政策的主要因素之一 但是比这更重要的因素还是美国的影响 在加拿大华众取宠炒作亚投行这事的时候 就在前一天 美国财长耶伦表示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 还有世界银行等国际金融机构 反映了美国的价值观 是美国可以与之结盟的力量 可以为这些机构提供财政支持 来抗衡中国对发展中国家日益增长的影响力 他还称中国没有资格得到世界银行的贷款 美国可以主导IMF和世界银行 被称作是符合美国的价值观 而中国在亚投行拥有话语权和所有做出的努力 被称为有毒 这双标真是会玩 虽然大家都心照不宣 知道这是所谓的国际机构 都是美国的金融工具 但是耶伦直接表明 要用这些机构来对抗中国 也是彻底不装了 摊牌了 看来中国不接美债 也是让耶伦很上火 而加拿大此时拿亚投行炒作 也是为了配合美国的动作 当今国际金融机构 由IMF世界银行和世界贸易组织主导 G7制定游戏规则 其他国家只能遵守 而亚投行与金砖国家新开发银行的出现 给了广大发展中国家更多的选择 美国害怕的是中国借此提升新兴经济体系 在全球金融体系中的影响力 从而削弱其主导的国际金融机构的影响力 所以就唆使加拿大往亚投行泼脏水 往中国身上泼脏水 不过加拿大要是真的想主动退出 也挺好 毕竟等待加入亚投行和新开发银行的国家的队伍 可能排到了加拿大 好 今天旅游观察就是这样 下期再见